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发帖呢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8月18号是他同学潘博文的生日 他整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不存在的同学 通篇就是在回忆2013年4月25日周四那一天所有的经历 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三的学生啊 距离高考还有43天 但是他们学校呢 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的氛围 一来天津高考的压力没有其他省份那么大 再来这所高中也是以素质教育文明 三来呢 这也是他们整个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节体育课 而上课的形式呢 也很特别 走班选修 而整个操场各个班级的学生都有 然后篮球 瑜伽 武术 自由选择 所以你也会在自己选择的项目中遇到其他班的同学 作者选择的是羽毛球 因为带这个项目的老师喜欢动漫啊 摄影啊 是那种很容易跟学生打成一片很好相处的老师 师生聚集之后 相互说了一些道别的话 拥有手机拍了一段加油高考的视频各自散去 作者呢 就跟自己的同班同学小温结伴 找了个相对人少的地方打球 羽毛球嘛 啪啪啪啪啪 就你来我往的对打 那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两个人都觉得 哇 这大太阳底太晒了 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于是呢 就走到了一个宿舍楼旁边有阴凉的地方 这栋建筑呢 与食堂相连 自从他们学校开始实行全面走读之后 那宿舍楼就一直停用 就也不能说废气吧 反正就是很久没有看到有人进去过 那走到附近 哎 正好看见 石班的L君和潘伯文也在不远处打球 所以此时此刻在场一共四个人 作者 小温 L君 潘伯文 这个环境也不是那种特别隐蔽幽静的啊 就是稍远一点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老师同学 三五成群的各自活动 因为作者与潘伯文之前就是初中同学 那此刻的四人又是童年纪 相互也都脸熟吧 就是互相也都认识 所以没有什么隔阂 就一直轮换穿插着对打 那作者呢 与潘伯文一组 两个人手劲都挺大 啪啪啪 一来一往之间 那潘伯文一个扣纱 砰 这颗羽毛球就正好打进了宿舍楼那个半地下室的气窗里面 这半地下室啊 就好像只有北方就是气候相对干燥一些的地方 呃有啊 南方的小伙伴就是应该建的比较少 因为南方潮湿嘛 那不是特别适合这种建筑的规格 就是如果你以房间内作为参照 这个房间是有三分之二是在地底下的 就是在地下的啊 站在屋内 看窗户是在墙体的上面 那有人经过看到的 这是外面啊 有人经过从窗户里面看到的都是人的腿脚 所以站在外面看到窗户是紧贴地面的 那颗羽毛球呢 就正好打进去嘛 还挺贵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品牌叫 啊 尤尼克啊 我去查了一下 单买一颗差不多就要三十多块钱 那对于学生党来说 那确实能算上 小小的损失吧 然后几个人犹豫之间 这潘伯文又提出说 那那咱就进楼捡球吧 这点也很可以理解啊 因为潘伯文把球打进去 如果自己打进自己的球 可能就轻易就很轻易就算了啊 但是我们总是不希望朋友因为自己的原因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损失 经过一番沟通 小温原地不动 就在这看着球拍 那作者和潘伯文 L军一行三人 就来到了宿舍楼的大门口 也没多想 伸手一推 就很自然的门开了 一股凉风 伴随着年久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 呼呼作响 当时那一刻呢 就可能并没有太留意啊 但是这作者事后回想起来 总觉得充满疑问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这栋大楼平时都是上锁的 就为什么单单这一天 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这么轻易的进去呢 一进门 就一堵屏风墙啊 什么写着一些住宿的规定 左转进去 一条长长的走廊 有很多两面相对 但是虚掩着的老师木门 而走廊尽头是厕所 转弯角落是阴暗的楼梯间 而且一路上弥漫的那种 刺鼻的安水味 就是消毒水 就有点像医院的那种味道啊 这好在正午阳光充足 照进房间 再透过门梁上的那个悬窗折射 而走廊里呢 也不至于太过浑暗 但是楼内楼外的温差 和明暗的对比 还是让这三个人 略感慌张吧 就心里有点莫名的发出啊 走到尽头一转弯 三个人惊呆了 那楼梯间全是横七竖八 杂乱无章交叉堆叠的可着意 就看到这一幕呢 作者就说 咱也要不算了 别讲了 LG人说来都来了 你不会是怕了吧 就总是有这样的人啊 就说话间就开始往里爬 作者呢也开始行动 时不时还回头拉一把盘博文 同时 越往里面爬 越接近地下室 光线也就越暗 而且越往下面堆叠的物品 就越杂乱越紧密 这三个人在这儿啊 整整折腾了近一刻钟 他文字中的描述啊 提到说 就他们走下过一条 没有护栏的水泥楼梯 哇 这个场景我就感觉自己好熟啊 就是好像经常出现的那种 尚未完工 或者即将拆迁的建筑 这三个人呢 终于来到了地下室 就这里就明显 比一楼还要昏暗很多 如果顺着楼梯间再回转向下 是地下室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 但是有一个铁拉门 被铁链缠绕了 好多圈上了个大锁 地下室的格局呢 跟一楼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一个类似大厅一样的空间 走到角落 有一扇敞开的小门 门里面是一条窄窄的走廊 就能够看得出啊 就穿过这个很短的一个走廊 就还有一个很宽敞的空间 那个空间的横里面横里面的尽头 有些许的光亮 两个人刚要进去 潘博文突然说 哎 我钥匙呢 就好像刚才掉在楼梯间里面了 说我得回去找一下 这作者和L君此刻也没太当回事 就让他先去了 而两个人呢 就进了小门 穿出走廊 就真的有点害怕了 里面的感觉特别像一个空的停车场 赵哥就有一次啊 在停车场里面迷路 好像上海徐家会的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商场里面啊 整整一个段时 找不到车 找不到出口 看不到人 哇 我当时 我当时就有那种鬼打墙的感觉啊 这里也是一样 感觉非常大 有很多柱子 但又并不是那种很规则长方形 很开阔的空间 那作者呢 就拿出自己的小米2手机跟L君说 说没事我带了手机了 现在还有3G的信号 万一被困住 咱们就打电话求救呗 就大不了零两张过失弹了 因为学校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而且咱马上就要毕业高考了 老师也不太会为难我们 说话间 两个人就顺着光线的方向往前走 但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啊 就那完全不是我们羽毛球掉下来的地方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 就都觉得有点恍惚 完全就在里面转向了 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而且对内疏光线充满了执念 就明明知道自己在大步快速的往前走 但是内疏光线却没有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样子 整个人的内心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与世隔绝感 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我靠一片漆黑 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当然就完全不会想到要转身再回去 这个作者就突然一闪念 跟艾尔军说 跑超公跑 就对着光的方向跑 我估计艾尔军当时内心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 因为余光能看到作者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大喊一句就撒压的跑 这他妈可想象的空间也太大了 谁知道你回头看到了什么呢 就两个人已经恐惧到失去判断的意识了 一口气跑到光线的尽头 一看到转角的楼梯 就两个人此刻的状态可以说完美的诠释了一句非常典雅的成语 叫屁滚交流 是个连滚带爬的往楼梯上面跑 上了一楼穿过走廊多门而出 两个人终于到了室外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才看到熙熙攘攘的街道人群 然后开始逐渐恢复意识 原来这里是学校的后门 这个后门正好面对了一所小学 又正好赶上中国放学 所以学生家长人仇涌动 作者就跟L君一起从后门返回学校 回到教室之后看到小温 小温说哇你们这太久了 我在门口一直等一直等 后来下课了 那我才回到教室 作者也没说什么 就去看小温带回来的球拍 说那个潘伯温的球拍 别给人弄丢了 李宁的也挺贵的 小温呆呆的看着作者说 潘伯温是谁啊 就石斑跟咱打球的那个 小温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争执 作者觉得小温可能把球拍弄丢了 不想承认 小温觉得 作者肯定是把别人的球拍弄丢了 想要找我碰瓷 大概是两个人也不太明白 但是同学就能怎么计较呢 稍微吵了两句 也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就这么不了了之 那午休之后呢 作者去石斑找潘伯温 就可能是想沟通一下 就球拍被同学弄丢的事 迎面就碰到了L军 面红而赤的过来 就啪啪啪啪 非常大声的 说了一大堆话 就引来周围无数的目光 连教室里面的人都以为 外面的打架 然后探头出来光光 那作者也没太明白 什么意思 说你先别着急 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L军几乎用怒吼的方式说 潘伯温消失了 作者赶紧说 会不会在里面跌倒摔伤了 L军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说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所有人都说 不认识潘伯温 说我有神经病 这说话间 正好有一个老师路过 这真的以为 这俩孩子在吵架 就赶紧过来安抚 那时班也有几个学生 听见吵闹的声音 出来观察L军的情况 说他是不是脑子中暑 就迷糊了 还是怎么了 过来一个女生 看见作者说 一回教室就要找潘伯温 我们都问潘伯温是谁呀 就我们班就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不知道他搞什么鬼 作者听完这话 就再联想到跟小温的对话 就有点彻底梦了 就赶紧转身 下楼一路狂奔 跑到刚刚宿舍楼的大门一看 哇 汗毛就全炸开了 一把巨大的大锁 锁得严严实实的 根本进不去 想了想再去找体育老师 这体育老师也是一脸懵逼 说不知道有这么个学生啊 然后看那个上午 上午跟老师一起拍的 那个加油高考的视频 每一个人都洋溢着青春的笑脸 但是没有潘伯温 作者又要了体育老师的那个授课表 表格上石斑一栏 也完全没有潘伯温的名字 大家知道这人一旦遇见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 就很容易沉寂其中无法自拔 这一下午作者都是蒙圈的状态 思绪非常混乱 文字席 这班主任回来说 同学们啊 马上就要高考了 精神压力都挺大的 石斑有一个学生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下午打电话让家长给接回去了 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 然后这作者就看着老师的讲话 逐渐的一震耳鸣 就再也听不见声音了 可想而知 做着当时的心态已经彻底崩了 回家路上呢 想用手机登陆QQ 手机原本有电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关机了 就回到家里呢 就赶紧打开电脑登陆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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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的那种啊 一顿狂想 原来是L军在年级群里面 发了几百条关于潘博文的消息 最后被骂成神经病 被踢出群了 那手机充电之后呢 自动开机显示的时间是 1970年1月1日11点52分 啊 就一阵混乱的 赶紧回头看看日历 再看看钟表 再回头看看手机 原来是连上WiFi之后 才能显示正常的时间 然后就开始查QQ好友 相册空间 查家里的同学录 通讯录 毕业照 班级名册 完全就没有这个人 连全班的学号 都顺着潘博文 向前提前了一位 这个人就好像从来 没有在这个世界里出现过 或者被什么力量 完全的抹去了 只是他自己分明记得 初中的时候 我跟潘博文的关系 特别好啊 几乎可以说了解他的一切 小学 新港四小 初中 唐姑二中 生日是1996年8月18号 甚至还跟潘博文 一起坐107路公交车 去过他们家呀 就在北轮里附近 有一块新港路大队 那种蓝颜色的路牌的地方 他家是一室一厅的房间 父亲在国企 母亲在中原百货卖化妆品 就是他清楚的 就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天他妈妈还送了一套迪奥的护肤品 让他带给他姐姐 可是此时此刻 作者就是证明不了他的存在 真的是 怎么想也想不通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跟家里面人说这件事 结果 就被他姐姐带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他姐姐是学医的啊 就可能好像也是在医院里面工作 那再回到学校呢 十日班的班主任也来找到作者说 你呀 最近跟我们班那个LGN 你们两个最好不要走得太近 他最近情绪就不是很稳定 作者就想说 老师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 我的情绪比他还不稳定吗 当然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高考之后 作者L君 小温 各自天南海北的上了大学 也逐渐的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2019年8月18日 他还是无法释怀 于是将自己的经历 编辑成文字 发帖出来 那同时呢 还有一部分与L君的微信截图的对话 就此文一发 引起了很多关注 争论和质疑 有很多人说他有某种病 还有说他写故事骗大家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真的自己创作 能写出这么多的细节 情境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了 也有很多博主把这件事情 与虚拟世界 平行空间 记忆失真 等等这些 整个讲的这些联系起来 我觉得讲的也很好 也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故事 它更让我着迷的 还是细节 就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就并且你能 你能根据这些细节 还产生更多的联想 比如说 就地下室 怎么会有那种 没有扶手的水泥楼梯呢 前面我们也说过 就只有那种 尚未完工 或者即将拆迁的建筑里 才能看得到这种 这种没有扶手的楼梯 但是尚未完工 和即将拆迁 都是时间单位 一个开始 一个结束 就你看这个情境 就会给人一种 给人一种时空的过渡感 就另外啊 作者在地下室 看到自己有3G的信号 我跟你说 他还好没打电话 大家不觉得 就是打电话 对方不接的那个 嘟 嘟 你那声音就听起来 让人很 很不舒服嘛 而且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是空号 就这个电话 录音本来就 就你听多了 有去找机会听 就他本来就很阴森啊 还有啊 像壮哥这种 想象力极为丰富的 阴谋论 晚期患者啊 就一定会联想 为什么地下室的地下室 会拉着铁门上着大锁呢 这里面锁着 什么 然后很明显 这栋楼 有很多空间 可以整齐的摆放那些 可捉椅 为什么会以 如此杂乱无章的形式 交叉堆叠在这里呢 为什么几年前 这所高中会突然从寄宿制 改成全面走读呢 这之前发生了 什么事 有知道的也不会告诉我们 然后学校 为什么不将这栋老的宿舍楼 改为他用呢 而是大门紧锁 任其荒凉 难道这里面关押着 退隐江湖的火运邪神 这一期潘博文就讲到这里 这句话是用呢 在这里面提供地 我认识可以向来 转换 小光 尝体 清晋 我认识 以后 小光 乱 已经 翻範 你的 他 感谢观看